冯小刚不是什么人都配合我我手的你文章还差一点儿。 邓超凭借烈日灼心拿下了最佳男主角范冰冰凭借我不是潘金莲拿下最佳女主角普天同情两人都收获了自己的礼物不过晚会上还有很多值得推敲的一幕。 从座位我们可以看出邓超、李晨、范冰冰、冯小刚都坐在第一排文章包贝尔坐在第二排这还是和圈中地位和辈分有关系。 在晚会上冯小刚以我不是潘金莲击败震霸盛的村谢曹宝平的烈日灼心成儿的罗曼蒂克肖王史以及管虎的老炮儿夺得金鸡奖最佳导演奖。 也算是实质名归。 在其中有个插曲,在他听到自己名字后站起来和周围人一一握手,在跟文章面对面时,文章以为要跟自己握手,想了想站了起来,伸出了手。 而冯小刚估计跟文章里不熟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瞥了一眼文章就跑去跟李晨拥抱手了。 文章只能灰溜溜的坐下,场面一度十分尴尬,要是文章没有哪件事情发生,现在一定也是一线坐在第一排的,可惜造化弄人,对于这件事,你怎么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